中央人壽香港超级联赛 儀式来到大埔运动场 大埔主场迎战东方 根本是双方第四次的攻投 之前大埔在联赛赢过东方 还是作客 亦在精英杯中对着东方 有1胜1和纪录 第四次攻投 上半场开球有点猜不到 就是东方压着大埔来攻 在7分多钟 出现了单刀的镜头 巴科尔想探紧去踢 结果球踢倒之余 鞋底柄也引到谢家榮 令到他的面盒的右边 留下了一条很明显的伤痕 但幸好没有影响他比赛 整个上半场大埔的攻势十分少 他的战头卢卡斯受到严密看管 这个射门只是仅有的一次 不够角度,但有力量的 耀宏辉也要脱手才能解除威胁 到了上半场的末段 更留下一个机会给东方打开纪录 近方相当勇 脚头很顺的梁冠聪 主理这个自由球射得很漂亮 但也被谢家榮救出 至于大埔方面 也只能在上半场的末段 靠一些死球的机会 制造到轻轻的威胁给荣辉 包括这个比迪高的自由球 结果在上半场末段 大家都有赢球的机会 包括这个 很漂亮 但可惜最后余在研选择 停一停,球再射 结果被马高斯山道士 迫来查祸了 立刻在半场的时候 出来查看 那条伤痕有多深 而对方的教练查一下 大家看到有点不太好意思 下半场了 我们看到陈兆军 在整个上半场踢得比较静 下半场有这个很漂亮的射门 扎位勁抽 但过不了严辉 接着后备入替的王浩俊 去处理了这个角球 制造到一轮的惊险 很难顶 包括以这个头柱背向龙门的球 顶到接近百戒 但经过VAR的判断之后 还未进入 所以东方不能够取得领前的优势 接着也有一个漂亮的射门 来自这场球 有相当好表现的马熙为 遮着左脚 但紧紧被龙门叉到 眉顶高出 今天双方其实换人都不是太多的 满意为去到赛事的末段 很大机会出现和球 谁知道赛立正开这个角球 制造到一个罕有的机会 再一次被陈兆军 在原场前一分钟冲上来 撞了一球入网 这个时候真是要命 没有仇报时刻 就是这球球 绝杀东方 结果又是 再一次 似乎重演第一循环的比数 而去到最后阶段 又拖延时间 又挨手挨脚的 劳卡斯第二次 被球阵出示王牌 两王一雄备触离场 但到最后的战果没什么影响 大步主场一比零 击败东方